疫情肆虐严重打击酒商的急饮市场 网路销售就成为许多业者与民众的福音 巴西有电商平台推动了线上啤酒销售服务 承诺将冰凉的啤酒在30分钟内送达 这款应用程式的订单从2019年的150万份 飙升至2020年的2700万份和2021年的6600万份 不仅啤啤酒制造商增加销售管道 还能借由数据分析 为他们提供更多有关消费者的资讯 而镜头一转 同样位于拉丁美洲的葡萄酒生产国智利 则是不同风貌 在智利有世界最干燥沙漠之称的阿塔卡玛沙漠 种植的葡萄具有厚皮 被当地酒商用来酿制一种颜色深 味道浓郁的葡萄酒 气候环境恶劣 不止葡萄生长困难需要用心栽培 当地也面临严重的人口外流问题 但尽管如此 阿塔卡玛沙漠酿出来的葡萄酒 因风味独特获得了国际大奖殊荣 不但将阿塔卡玛沙漠的自然风味 推广到世界各地 还靠着葡萄园吸引品酒游客前来观光 带动经济发展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继续